大家好, 欢迎回到Biology Man的频道 这是学结构, 学习结构的系列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条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点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会讲Villai 勇舞 在Miss Man那天走12元店就看到这条地步 我觉得这条地步实在非常适合去解释什么是Villai 勇舞 它的结构是怎样 很多同学学这一课的时候, 她经常都不知道什么是Villai 它是怎样样的呢? 这里就很希望可以在不同的角度下 给大家理解什么是Villai Miss Man今集会首先在一个很大的范围下 给你看很多条Villai 接着就会收窄的范围给你看几条Villai 有3D的, 也有图的 到最后我就会用一条Villai 去讲Villai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大家需要知道的 那三个结构之余呢 还会学一样东西就是 教你们怎样分 微涌毛、microvillai 和Villai、涌毛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部分呢, 希望帮大家去理解 到底整条的small intestine 就是小肠里面 到底Villai摆在哪里呢? 或者是怎样的呢? 那个样子是怎样的呢? 在一个大范围下 有很多条Villai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一块地步呢,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简直是不得了 完全可以完美演绎到这件事 这一条呢, 就是small intestine 的一节, 小肠的一节, 你可以想像 那里面呢, 其实就是腸腔 Lumen of small intestine OK? 小肠的腸汗 那就是这块地步就是腸壁 Wall of small intestine 现在呢, 我将这一条小肠的一节 打开它 就当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里面, 腸壁的情况 Wall OK? 你会看到上集 其实你可以看到 Learn Structure的第一集 会看到什么叫做Folding 这里呢, 我特意钉起了 这些呢, 就是Wall folding的情况 即是摺疊的情况 它跟Villai是没有关系的 就算有没有Villai 也好, 它都会摺疊起来的 腸壁, 腸壁 然后, 什么是Villai呢? 现在其实都已经可以看到 其实可能你家里都有这块地步 那你会看到这里一枝枝突起的东西 这些呢, 我就会比喻成 每一枝突起的呢 其实就是一条Villus 一条绒毛 那你会看到它真的好像突出物 这样的,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这样叫一条Villus 即是一条绒毛 这样就多过一条就叫Villai OK? 都是叫绒毛, 中文 然后, 你现在明白什么 怎么我们经常去形容 到底Villai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经常都会说 手指形突出物 就是因为这样 或者是Finger Light Projection 这个就是形容 绒毛Villai的形容词 当你看到一个这么大范围的Villai的时候 Miss Man就很想用3D的结构 就放大某几条Villai给大家看 好了, 我们看看3D的结构 这里就展示到有几条Villai绒毛 总共有5条 大家可以看到 看见到刚才形容的手指形突出物 即是Finger Light Projection 现在你会看到 是不是很像一只手指呢? 这里有5只手指 在我们读Villai的时候 绒毛的时候 有3个结构 大家需要留意 第一个结构就是最外面 这一层就是上皮 Apithelium 即是现在蓝色 我按住了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它最外面 挎住Villai的地方 等一下也会再说 第二个结构是什么呢? 第二个结构就是现在我用蓝色 按住 很难 就是中间这一枝 这一枝就是乳眉管Latil 你看到每一枝的Villai 即是绒毛里面 都会有一条乳眉管Latil 第三样大家要读 现在蓝色挎住的地方 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Capillary 即是微血管 你看到微血管是用网状的形式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形容 Network of Capillary 或者Capillary Network 眉血管网的 不单是一个Villai 是这样的 另外那边也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看到 那些微血管 其实是向下伸延 到最后 不同的绒毛 那些微血管 那些Capillary 都会连在一起 到最后会综合成了一些大的血管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在这里看了3D的组织 三个部分 Apithelium 上皮 Latil 乳眉管 Capillary Network 即是微血管网 等会有其他东西 给大家看完 刚才看完3D的结构 之后 Missman最后一个部分 将范围缩窄到一条Villai 即是一条绒毛 在这里这幅图是熟口熟面 书经常看到的 我们首先重温那三个结构 我们是需要知道的 不用说了 这一条就是Villai 绒毛 你们要知道那三个结构 分别就是Apithelium 上皮 第二个就是Latil 軟眉管 第三就是Capillary 眉血管 我们首先会讲了上皮 你见到我用绿色已经知道了 在这幅图里面 绿色这个部分 就是上皮 Apithelium 记住Apithelium 是一层的Cell 所以我们说是一层的 就叫做Apithelium 而中文的同学 不要写了表皮 是上皮 而上皮 整一层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就是每个Cell 一个个Cell 你看到绿色 这样叫一个 就由一个一个一个 这些Cell 那些Cell 就叫做Apithelial Cell 上皮细胞 由上皮细胞组成了Apithelium 上皮 那你说这张图 看无限次 看也不明白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Miss Mann 就想做另外一个 这些3D的组织 又是用泥膠组成了 就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拆给大家看 大家最难明白的 应该是上皮Apithelium 上皮就是固住了整条V-less绒毛 即是它是最外面那一层 但刚才说了 其实这样就是一个上皮细胞 Apithelial Cell 我这里就用一块这样 这里就是一个Apithelial Cell 让大家看看Apithelial Cell的样子 稍后会有另外一个结构 要介绍 这个就是一个Apithelial Cell 它就会形成了V-less绒毛的最外层 我会看到这样 OK 然后另外 为什么我说 这里有个第二个结构要介绍呢 一说到上皮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样东西 会出现的 就是微绒毛MicroV-less 这里大家担心了 因为通常同学都搞不清 到底V-less绒毛和MicroV-less的分别是什么 绒毛和微绒毛的分别是什么 现在就讲了 这一层的Apithelial Cell 这里 你见不见到 这里是一个Cell 你见不见到 顶头这个位置 有些一支支一支支的东西 它特意弄成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回到这幅图 看书看得清楚一点的话 其实它画的Cell也是这样 好像有些手指的东西 这些就是MicroV-less 一条MicroV-less 多过一条的就是MicroV-less 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 我画了一个Apithelial Cell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Nucleus 绿色的地方 就是Cell membrane 细胞膜 这里就放大了这么多 我们讲的MicroV-less 在哪里呢 微绒毛就是这些一支 微绒毛其实是这个细胞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细胞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第一样东西要搞清楚 微绒毛的尺寸 是小过一支的绒毛很多 因为一支的绒毛是由很多 Epithelial Cell 上皮细胞组成的 而一支的微绒毛MicroV-less 其实只不过是上皮细胞的一条 这些而已 它是这个细胞的一个部分 那么你起码有了这么清晰的大小的分别 就已经很帮助到你去理解 这两个结构的一个不同 对于上皮和MicroV-less 大家我想再有多一点的概念 好了 什么叫做一层的上皮 Epithelium 这里为了做承托的 就不关事的 总之一会我会放些东西上去 我就会做一层的Epithelium 上皮给大家 Epithelium是由Epithelial Cell组成的 这个就是上皮细胞 我说了很多次 然后它们就一个一个细组 一个一个细组 黏着大家 逐个逐个加进去 虽然很无聊 但我觉得呢 当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明白 噢! 上皮是如何由上皮细胞组成的 Epithelium 如何由上皮细胞组成的 现在我就砌了一块小的上皮 然后我就想将这块上皮 喂!上皮是这个V-line的最外面 我现在就将这个上皮搭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了解 它不是很似的 所以 咦! 脱了 好了 Anyway 大家明白了 噢! 爆了 好了 那这层上皮很噁心 是不是? 脱了些东西 好了 上皮 这块就是Epithelium 就这样盖住 里面那些就是其余的结构 Latil和Capillary Network 你想像是这样 记住 我现在这些Epithelial Cell 是不适合SCALE 我特意要弄大一点 要不然弄死我了 OK? 但是你会知道 其实这一层就是Epithelium 一层 刚才我砌那一层就是 整一层这样包住 是3D的 想回刚才的3D的结构 那来到这里 我就再想将整件事综合 由一开始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说 这个就是腸壁 Wall of Intestine 然后 这里就是一支手指形的突出物 The Finger Light Projection V-line 就是胸毛 那你见到 胸毛已经增加了很大的 表面面值 再加上 每一个V-line上面的Epithelium 那些Epithelial Cell 都还有Micro-V-line 未胸毛 那你想想 透过这些结构下 整个 Surface Area 是超级毛的爆大了 那么高的Surface Area 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做absorption 做吸收 因为在小腸 就是小腸道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发生吸收的地方 所以 希望经过了今天 看过了所有不同的模特 和构固 之后 大家很明白 什么叫做V-line 绕毛 绕毛的三个结构 大家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三个 以及可以分到 什么叫做V-line 和什么叫做Micro-V-line OK 今集就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看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点分享给朋友 让大家可以看看不同 关于Bio的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